Russo 单身狗人生失败组 有些星座其实越单身越优秀哦 在你们为了谈恋爱费尽苦心的同时 这些星座很可能早就成为你 望尘莫及的事业成功者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吧 其实对莫及来说 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不是问题 一旦在一起了 才什么都是问题呢 他们是真的很忙 事业大于爱情 身为出了名的工作狂 单身又无外物的情况下 反而会让他们更充实自己 从工作狂变成工作魔 而且摩羯是 最适合独善其身的星座了 单身反而会让摩羯 好好地思考自我价值 也会更努力地工作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摩羯是不是太努力工作了 因为他们会让自己过得很好 比如工作很累 那就买个名牌包 靠赏自己啊 或下班了以后去死报 好好慰绕自己 摩羯是非常知道怎么样变成单身归族的哟 恋爱中的狮子总是把自己全心全意奉献在另外一半身上 也很愿意把舞台让给对方 因为他们总是习无为天 所以有对象的狮子 你反而有时候会看到他灰瀑布的样子 没有那么的光彩多目 反而单身的狮子大多不会允许自己傻在家里追剧 他们宁愿上健身房补习或者是做很多充实自己的事情 身边有很多狮子因此变得很多才多艺 或甚至很会拳击瑜伽等等这些 搞不好还会多国语言呢 所以咯 闲暇的时间越多 他们越能够充实自己 根本就是单身的好榜样 天蝎座跟狮子有一个部分是一样的 他是很愿意扶持另外一半往上爬 另外一半越有成就 他就越欣慰 觉得这就是自己的贡献 所以他总是把力气用在另一半身上 但这会让天蝎疏于照顾自己 所以咯 当天蝎恢复单身 那一切就不一样了 我认识一位天蝎 离婚后他反而变得更爱自己了 对自己更好 也更发奋图强 从原本的上班族考上公务员 最后甚至于还投资发了打财 而且当天蝎后来成功了 爬上了一个位子 再回头看 原本他付出很多很多的那个对象 因为没有了他 而变得不怎么样的时候 那感觉岂止是爽字而已 尝过婚姻 又恢复单身的天蝎 往往会变得更优秀 因为他会把扶持对方的那股力量 用回来扶持自己 自然步步高升啦 我没有鼓励你了 对射手来说 一个人真的是比较爽的啦 承认吧 因为他们拥有自由自在的灵魂嘛 而且玩心很重 他们也很有自知之明 所以能不去碰恋爱 为难别人就不去碰 也别为难自己 但是跟其他很适合单身的星座不一样 其实射手也蛮喜欢谈恋爱的 只是他们太放浪不羁了 所以要慎选对象 前期别人很容易受不了他 后期别人又受不了他的年 所以对象其实也是蛮难找的哦 不过如果遇到了 愿意不限制他的另一半 那他可是很容易就范的哦 不要看他们这样 他们一旦陷入爱情的话呢 就会陷得很深 可能还会变成气管炎 或者是甘愿为另外一半 放弃自己的事业等等 所以虽然大部分射手呢 都觉得自己单身生活挺好的 但通常也是因为 他们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啦 明明有另一半 却死都不结婚 对水瓶座来说 爱情虽然很重要 但是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 也很多哦 因为他们并不觉得 非要爱情才能活下去啊 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要是爱情才能继续 能够像现在这样了无牵挂 到处交朋友 反而才是最好玩的 有些水瓶比较特别的是 就算他们有伴侣了 可是并不急着结婚 反而会做出 很多试探对方的事情 搞得对方急死了 所以咯 单身的水瓶 是不是感觉比较有行情呢 老师上述讲的都是女生星座 那男生星座也一样吗 不一定哦 比如说摩羯座女生 可能就会奋发向上 但摩羯座男生就会觉得 我可以放心地 用我的步调做事情 可能就是去做农夫 那当一个农夫 你会觉得他是胜利族吗 他觉得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不见得是别人眼中的胜利族 某些座喜欢当农夫啊 对他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不见得是社会 所谓的胜利族 但是他们很有理念跟理想 你知道吗 因为现代人 很多人都选择单身 因为觉得人际关系 非常的麻烦 很容易搞不清自己 所以其实现代人 已经比过去的人 更爱自己多一点了 所以这一题虽然鼓励大家 就是单身以后更优秀 但是那是相较于 如果你在感情当中 很受挫的话 如果你能够找到好的对象 你们也能够建立好的关系 其实一加一大一二 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 好